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欢迎大家回到CryptoTrix 希望上一期我们对POS和POW区块链协议的介绍 以及对以太坊2.0升级的讲解 大家有帮助 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加密钱包 不管是你在加密货币交易所投资加密货币也好 还是用单独的这种加密钱包应用 比如Metamask还有Trust等等 这种加密钱包 它不仅作为我们存储和转账加密货币的一个工具 同时还是我们进入Web3的一个入口 目前很多人都在使用的这种软件钱包 比如像Metamask 已经成为了我们在以太坊上使用 这个Dapps登录的一个接口 就是我们目前用这个邮箱地址登录 的原理来聊起 首先我们都知道 加密货币实际上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区块账本中 并不是像这种现金一张一张印出来 区块链账本中 记录着每个钱包地址的账户余额 交易记录以及发款地址和收款地址 所以加密货币的底层操作以及运转实际上都是在链上完成 像Metamask这种软件钱包实际上是提供了允许我们轻松管理 我们加密货币和地址的一个交互的界面 理论上来说 一个区块链上的钱包应用 只能用来存储该区块链上的代币 比如Metamask只支持存储以太坊上的 ERC20token以及一些Layer1Layer2上的这种代币 但实际上同时也有像Exodus这样的多资产钱包可以管理非常不同的这种加密货币资产 这背后的原理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都知道区块链上的转账是需要地址 那这个地址是一串加密后的字符串 那在这个地址背后有public key和private key 也就是公钥和私钥 想必我们很多观众也都知道 那这个地址通俗来讲 就是通过对public key 这个公钥进行加密过后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字符 然后来收款与打款 那private key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密码 这个private key是用来签署交易 然后登陆钱包等等 所以private key至关重要 也是在黑客攻击中实现盗取资产的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类比这个public key和private key 为我们的邮箱地址和密码 那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当我们注册一个加密货币钱包时 这个钱包应用会帮助我们 通过链上随机生成独特的private key和public key 在我们需要转账时呢 通过hash这个public key来生成一个地址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收款和打款给其他的人的钱包里了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留好这个private key 来防止别人的盗取 那像exus这种支持多密多种加密货币的钱包 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成不同区块链上的这个private key和public key 然后并整合到一个应用中 供我们在转账时呢选择使用 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千万不要给不同加密货币的地址转账 这样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就是比如说你用以太坊上的地址 转账这个以太币到比特币区块链上的地址 这种的话就会让你这个整个这个资产就是不知所趣了 就是再挽回不了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在注册钱包时给到一个叫c phrase 也就是一段密语 那这段密语是我们忘记或者是丢失private key的时候 可以恢复它的唯一途径 所以也请一定保管好 ok那我们介绍完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原理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类别 那钱包这些钱包有哪些种类 然后我们常常听说到的这个冷钱包和热钱包又意味着什么 那从最顶部的这个类别呢 我们可以首先分为这个冷钱包和热钱包 那冷钱包呢实际上是这种线下钱包 就private key是存储在这个硬件 类似于这种USB的存盘中或者是电脑硬件里 那这个热钱包实际上是线上钱包 它的private key密钥是存在网络上的 那使用热钱包 这个私钥存储在互联网云中呢 是可以以便于快速的这个进行转账 那使用冷钱包呢 然后私钥存储在未连接互联网的这种就是单独的硬件中呢 或者是存储存储在这种纸质文档中 热钱包很容易就是说你可以24小时全天候的在线访问 然后可以通过你的桌面或者移动设备 然后但如果被这个黑客入侵呢 是则会面临这种无法恢复的这种盗窃风险 那使用这个冷钱包的时候呢 是交易方法有助于这个保护钱包 免受未经授权的这种访问 也就是黑客攻击和其他的在线的漏洞 那以上呢 对这个热钱包和冷钱包的定义 就是刚才说的 那具体的不同的种类呢 我们可以严谨的分成三类 那第一种呢 是这个软件钱包 然后呢第二种是这个硬件钱包 第三种呢是这个纸质钱包 第一种软件钱包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可以在电子设备上使用的应用钱包 包含以下的这个三种 那第一种呢是这个桌面钱包 也就是Desktop Wallet 然后第二种呢是这个Online Wallet 这就是在线上线上的这种钱包 第三种呢是这个移动端钱包 也就是Mobile Wallet 那桌面钱包实际上是这个冷钱包 你需要下载这个桌面钱包的应用到一个电脑上 然后呢private key是存在你的电脑系统里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联网 然后进行转账 也可以断开与网络的链接 进行线下转账等等 那像这个electron这个钱包 就是一个典型的桌面钱包 那这个线上钱包呢 实际上是这种三方的应用钱包 比如说像刚才说到这个Mata Mask 和那种Trust Trust 这个这些钱包呢是有PC 以及移动端的应用的 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使用 然后它属于这种非托管的热钱包 由用户完全掌控自己的private key 像是BN这种交易所上的钱包 其实是属于托管型的这种热钱包 那完全由交易所进行管理 你不需要知道自己的这个private key 那当你需要转账提现到交易所以外的地址的时候呢 交易所会转账到你提供的那个啊 钱包地址 然后它是帮你去做这一步的 那移动端钱包呢 实际上跟线上钱包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是支持手机或平板电脑这种移动设备使用 OK那第二种硬件钱包呢 则是一种这个冷存储设备 完全是与互联网分割开的 那将这个private key呢 是离线存储在一个像USB的一样 一个硬件存盘中 然后呢 这些钱包类似于 就是说可以连接到计算机的这种啊 便携式设备 如前所述呢就是他们不太容易受到这个恶意的攻击啊 或者说啊 这个黑客攻击啊 像Ledger Trezor还有这个cape key 是市场上这种顶级硬件钱包 那在转账或者是交易的时候呢 你需要将这个硬件设备插入到你的电脑里 才可以转账 那第三种呢 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冷钱包 叫这个啊 paper wallet 也就是纸质钱包 它其实呢 纸质钱包是用于存储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离线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钱包是一张打印的纸 也是属于冷钱包 这个纸上呢 是有你的这个私钥和公钥 可以使用这个二维码去访问 由于这些钱包呢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他们被广泛的用于存储大量这种加密货币 那比特币纸质钱包和这个myether wallet是两两个这种广泛使用的纸钱包 那纸钱包呢 是与你的这个软件钱包是可以一起用的 那你可以将这个资金从你的软件钱包转移到纸质钱包上显示的这种公共地址 是通过这种二维码 然后首先呢 你需要将资金存放在这个软件钱包中 然后再把资金从软件钱包中转移到这个印在纸质钱包上的这个公共地址 然后安全存储这张纸以便后续使用 那关于钱包的原理以及不同类型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 然后下面由Gary为大家推荐如何选择使用什么类型的钱包 正如刚刚Marco介绍的那样 热钱包通常称为数字钱包 数字钱包通常以两种形式存在 第一个就是在线钱包 或者说是桌面钱包 在线钱包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和浏览器深度绑定的 一般作为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我们常用的一般像有以太坊的在线钱包Metamask 然后所有项目的官方都会在创建区块链的时候 开发官方的桌面钱包 以存储项目的代币 热钱包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免费 相比较之下 冷钱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硬件钱包 是需要花钱来购买的 我们单单比较花费这一项不是很公平 因为当我们的资产总量足够大的时候 钱包是不是免费这一项早已无关紧要 人们将会更加注重资产的安全性 热钱包是世界上最脆弱的钱包 所有的数字钱包都将我们的安全密钥和代码储存在他们的在线服务器中 这是非常容易遭到黑客攻击的 虽然大多数备受瞩目的热钱包都提供站点和开发公司都已经采取了重要的安全措施 按万一发生了不幸的漏洞入侵 我们的储蓄就将永远消失 冷钱包就是一个不联网的钱包 也可以称作为离线钱包 冷钱包及数字货币 冷钱包及数字货币存储 多重交易密码设置 发布最新行情与资讯 提供应分叉解决方案等功能于一生 而且运用二维码通信 让私钥永不触网 能够有效地防止黑客的窃取 冷钱包和热钱包本身并没有数优数列 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选择 我觉得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资金量 永远达不到需要防黑客的程度 一般都是只有交易所才会对冷钱包的安全性有需求 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 又不到 不代表不可以试试硬件钱包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常用的热钱包和冷钱包 方便大家来做选择 像热钱包有我们刚刚说的Metamask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狐狸钱包 交易所钱包如BN钱包 火币钱包和B信钱包 从热钱包中取款也十分的容易 热钱包我们只需要记得公钥和助记词 当我们在不同的电脑登录的时候 只需要同时拥有私钥和助记词 同时满足后我们就会在不同的机器上登录 然后进行转账 然后冷钱包常用的有Ledger和Combo 还有那个还有个就是Codalac Touch的 冷钱包又是如何进行取款的呢 这个比这个稍微比热钱包要复杂一些 在冷钱包上我们需要先取私钥的密文 然后通过二维码将私钥密文导入完全离线的一台电脑中 掌握AES密码的人在完全离线的电脑上进行解密 获得私钥密文 获得私钥密文后将名文通过二维码的方式导入另外一台完全离线的电脑 在另外一台完全离线的电脑上进行签名交易 并把签名后的交易通过二维码或者U盘 同步到有网络的电脑进行广播 可以看出冷钱包的一个交易方式是要比热钱包复杂多 但同时也安全的多 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我们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的地方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留言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